Hello大家好,我是貂蝉,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撒狗粮的故事 虽说是未成年,但可不是小孩哟 女主角香菱是一个富家千金,有多富呢? 就是还没有睁开眼,就已经有了一群庸人围在她的身边,替她梳洗打扮化妆 而这个不经世事的女孩有着一个简单的梦想,就是找到自己的王子 在这个上高中的第一天和自己16岁的日子里 来到学校的香菱听大家说,操场上有王子,赶紧跑过去看,结果差点摔倒 幸好被帅气的学长救下,从此她就迷恋上了学长 回到家后,香菱的父母给她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生派对 还送给了她一条漂亮的婚纱 香菱觉得自己今天遇到了喜欢的人,还有漂亮裙子,简直是太幸福了 可爸爸这时候说到,她为香菱选了一个结婚对象,婚礼明天就举行 到时候她就能穿上这条漂亮的裙子 香菱一听就抓狂了,千万个不愿意 还把爸爸递过来的未婚夫照片扔了出去 这一扔,照片打了开来 香菱看到照片里的人正是学长 她的态度立马180度大转变,答应了婚事 第二天他们举行了婚礼 尽管没有来宾祝福,也没有戒指和亲吻 但是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香菱还是非常的开心 婚礼结束后,父亲就把他们送到了一个破旧的出租屋 平时住着八层大别墅的香菱当场就吓到了 还以为这是鬼屋 不过为了学长,香菱也心甘情愿地住了下来 可父母一走,学长对香菱的态度就变了 不仅不让香菱进自己的房间 还告诉她,自己是为了帮父亲还债才同意的这个婚事 她是不会喜欢上香菱的 香菱从小到大都没有受过这种欺负 不理解学长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 第二天,没有豪华轿车送去上学的香菱 出门根本找不着北 等她到了学校时,大家都已经放学了 香菱回到家后,对着学长哭诉了起来 学长听了之后才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 于是开始教香菱基本的生活起居常识 香菱也慢慢地改变 还为学长做了一顿饭 尽管是黑暗料理,学长也还是吃完了 吃完后学长才发现 他们的钱都花光了 这才知道香菱买菜把一个月的生活费都花光了 无奈两人只好厚着脸皮 来找香菱的父亲借钱 看着学长一直低头对父亲道歉 香菱很不解 学长对她说 给别人造成了不便就要道歉 于是在他们离开之前 香菱第一次给家里的庸人道了歉 她意识到 自己以前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 庸人和父母看到这样的香菱 都惊呆了 激动地哭了出来 不仅行为上有变化 香菱还决心要好好学习 让学长帮自己补习 她对学长说 要是自己考试进步了 学长会跟自己去约会吗 学长觉得虽然要求很无理 但也渐渐地喜欢上了眼前这个天真的女孩 可好景不长 他们结婚的事情被香菱的男闺蜜发现了 男闺蜜一直暗恋香菱 直到后就逼迫学长离开香菱 不然就将他们结婚的事情告诉学校 到时候两人都会被开除 学长无奈答应了男闺蜜 第二天学长主动邀请了香菱去约会 两人玩得很开心 可第二天 她留下了一张离婚协议书后就离开了 留下香菱一个人伤心欲绝 不忍心看到小姐如此伤心的管家 找到了学长 将香菱最爱的图册拿给她看 告诉她这是香菱的梦想 而相册里的正是美丽的婚礼场景 可香菱却为了自己 甘愿接受了简单的婚礼 学长立马跑回了家 而香菱此时也在家里 两人终于是相拥在一起 互相表白了心意 五年后 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实现了香菱梦中的婚礼 两人也在中人的见证下 说出了最神圣的婚礼誓言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虽然只是一部简单的电影 但是看到他们愿意为了对方 努力变成更好的样子 有没有惊喜你恋爱的欲望呢 好了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都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